最近發布的加拿大卑詩省洗錢調查報告披露 10年以來 該省涉及了洗錢數十億家園 在媒體不斷披露非法資金流入加拿大卑詩省的賭場 房地產和豪車市場後 卑詩省前最高法院法官奧斯汀卡倫 在2019年被省長任命為洗錢調查員 這份報告由卡倫負責的調查委員會歷時三年完成 卡倫估計卑詩省涉及洗錢達數十億家園 調查報告還提出了101條建議 涵蓋了從執法到房地產和銀行監管的各個領域 卡倫在報告中表示 洗錢並不是高昂的溫哥華房價的驅動力 不過根據卑詩省政府此前的特別報告 2018年估計有53億家園流入BC房地產洗錢 導致大溫哥華地區房價可能上升了20% 聯邦政府發布聲明說 將部分參考這份調查報告 對反洗錢制度進行全面審查 並繼續與卑詩省政府合作 打擊洗錢犯罪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舒燦 加拿大溫哥華報導 接得到 友 拍賞 製 我